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创业版纸分别上涨0.48%和0.55% 从盘面来看 一带一路相隔多日重新崛起 其中的新疆基建股表现抢眼 地产股则迎来了久违的强势 招保万金均有上加表现 四星股从高位回落 两市近70只各股涨停 仅有纳尔股份一加跌停 那么在股指期货方面 护身300上证50中证5007只主力合约 均上涨约0.5% 那么在融资盘方面 截止到2月8号的本周三 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近8,775亿元 环比继续增加了27.6亿元 分析认为 上证宗旨收盘站上了60天均线 初步突破了今年以来的震荡相提 那么未来数日需要确认突破的有效性 金融基建和央企等权重品种表现 这是护制阶段性运行态势改变的关键 那么就技术指标而言 现在都比较支持上证宗旨 有一个温和向上的趋势 那么接着我们来连线的是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 玩意好君毅 那么今天的市场普涨格局在此出现 并且是顺利突破了60日均线 那在你看来这个反弹是否会继续呢君毅 今天整个市场的话 应该是延续截后的这样一个不断回升的这样格局 那么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那么主要的热点集中在一些这个环保类的股票 以及和H股相关的一些品种 我们认为这个反弹可能会进一步进入到一个延续状态 只是说在节奏上面的话 今天涨速过快之后的明天可能会做一定的这样的调整 在2月份相对两会之前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的话 可能市场会表现得相对温和 好 谢谢君毅晚间的观点分享 虽然距离2015年股市的大调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但是从人气来看 A股仍然没有恢复 根据中国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 A股期末的持股投资者数量为4993.61万 跌破了5000万的关口 那么上一次攀上5000万 还要回溯到2015年的6月份 这是近20个月来首次跌破这一关口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持仓投资者的数量下降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下滑的趋势明显 意味着逃离A股的投资者的数量有增无减 更为严重的是 参与A股的交易者只有1186万 换句话说 1.2亿的股民只剩下了1186万在炒股 创下了21个月以来的冰点 当然这也和上周只有一个交易日有关 和持仓投资者数量一样 参与交易者的数量也呈现出了单边下滑的态势 可见市场交投氛围是有多么的冷清 不过根据中国结算最新的统计月报显示 2016年的12月末 持股市值1亿元以上的个人投资者账户数量 已经超过了15年的6月中旬水平 同时截止到16年的12月 持股流通市值1亿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数量 达到4680人 机构投资者的数量为109个 而2015年6月持股流通 自然市值1亿元以上的自然人的投资者的数量 只有4359人 机构投资者的数量是9817个 那对此高易资产的董事长邱国禄对媒体表示 这说明了机构还有大户已经是陆续进场 信托的开户数也在增加 前海开源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A股期末的持仓投资者数量跌破5000万 这是市场低迷的表现 同时也是市场见底的信号之一 根据第一财经从监管层内部人士处了解到 针对于证券公司并购重组业务普遍所存在的 重规模轻质量的现象 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 开始通过证券公司自查自究 现场检查等方式 规范并购重组的中介业务 那么这次检查的将会全面覆盖证券公司的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 公司债券资产证券化和新三版公司挂牌推荐业务 自查的时间范围从15年到16年两年内 券商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公司债券资产证券化的全部项目 都需要进行自查 新三版推荐业务的自选抽查比例 自查比例均需在10%以上 那么要求各地的证监局 2月15号之前上证券公司部署自查安排 那尽管去年以来监管机构加大了 对于激进选资入市的规范力度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 今年以来保险资金投资的热情 根据万德资讯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一共有49家保险机构 对近6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密集调研 其中步伐境外嫌弃 1月的上旬到中旬 一共有8家境外保险机构 参与了上市公司调研 万德统计显示 1月上旬到中旬 共有包括富邦人寿 南山人寿等8家 已获Q费资质的境外保险机构 加大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力度 调研了包括美地集团 海康威视 聚光科技 巴胺水雾等上市公司 最近是有境外保险机构 去你那边调研吗 对 是新加坡的 还有台湾地区的 他们关注什么问题 就是调研内容是什么 主要就是我们的市场 和一些技术的情况 那之后他们有买入你们的股票吗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监管部门打出 严格规范行业的政策组合权 引发市场人士担忧 保险资金是否会减少 在A股市场的投资规模 业内分析认为 此番调研力度加大 其中不乏外资机构 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外资对于A股春季行情的看好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利好 不管是外资 还是国内显得的举牌 其实都是可以预测到的增量资金 而且还是比较可观的 也是从15年16年 我们股市向上的一个主要动力 保险资金如果逐步加入A股的话 其实也标志着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 或者分散投资的一个 一个有利的一些投资行为 改变了A股的一个投资生态 接着我们再来看港股 2017年的开年以来 香港恒生指数累计上涨7% 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处于领先位置 昨天下午开始 港资的地产股开始上涨 今天恒指继续攀升 有中资投行透露 昨天有一笔资金大举进入港股 买入中资及蓝筹股 市场估计资金的规模达到百亿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 互视港股通近30个交易日 连续呈现资金净流入 绅士港股通则自2016年12月5号 开通以来均为净买入 在春节之后的五个交易日里 内地资金借到港股通 持续大举买入 核基金买入额已经超过100亿元 资金的涌入也带动了 港股的投资气氛 大市成交额在昨天大涨三成之后 今天继续上涨至959亿港元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 随着香港市场的投资价值 不断被发现 投资者对港股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在内地投资者进行财富全球化配置的大趋势下 港股2017年有望迎来较大的超额收益行情 我们的内地的投资者 比如说散户还有机构投资者 是现在一个重新配置它的资产 那港股也是算是一个新市场的代表 中期还是看好这个估值低的这个港股的 美国虽然没有太多的压力 但整体表现还是上次比较平稳 估计这些基金进来之后 不会那么快就离开 所以对整体的大盘的 支持走势应该还会有一定的发作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各位将看到 迹象显示人民币贬值预期已经减弱 有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目前正处在蜜月期 商务部表示预计2017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 稳中趋稳 缓中向好的态势 支持国内有能力 有条件的企业 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 继部分银行执行认房又认贷之后 北京又将执行新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政策 包括房贷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九折 目前无论是货币的供应 还是对大家购买的这种促进 它都会降低 只要这种牵制都在 房价不会出现什么 也进一步地失控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受到国际市场美元指数 在隔夜出现回落的影响 非美货币普遍反弹 那么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 暴在了6.8710 调剩了139个基点 这创下了超过两周的最大涨幅 受此影响的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开盘 涨128点 重回6.86的关口 午后盘中的涨幅略有收窄 截至到晚上的7点 在岸暴在6.8675上涨105点 涨幅0.15% 离岸人民币走势与在岸出现分化 盘中一路下行 跌破了6.85的关口 截至到晚上的7点 离岸是暴在了6.8501 下跌72点 跌幅0.1%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的两地的价差倒挂幅度 已经收窄至不足200点 此前的春节假期期间 由于离岸人民币飙升 这一倒挂幅度 在假期曾经一度高达800点 目前来看 美联储在未来一个季度 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的政策 也抑制了美元的继续走强 给非美货币带来的喘息之机 而伴随着年初季节性压力的消退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和预期 或将阶段性的减弱 分析人士也指出 去年8月以来 中国经济缓中趋稳 稳中向好 经济下行担忧减弱 同时 宏观金融调控转向 关注防风险 利促金融去杠杆 货币政策向稳健中性回归 市场利率中枢有所上行 这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招商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 谢亚轩认为 2017年以来 人民币汇率趋稳的原因 包括了国内供给的增加 稳定的需求 还有政策加强监管等等 其中美元指数短期见顶 是重要的原因 那么随着新年一时 人民币对美元走出了 一波上涨的行情 也有观点认为 人民币汇率目前正处在 一个蜜月期 一方面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 已经足以打消 被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忧虑 那么同时对于一篮子货币 出现走弱 也增强了贸易的竞争力 去年年末 美国总统特朗普 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质疑中国的货币政策 指责中国故意贬低人民币汇率 但新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强 已经足以驳斥特朗普的主张 与此同时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指数 走软至93.74 这也给中国带来了 出口竞争的优势 北京莫尼塔研究董事总经理 钟正声称 在美国财政刺激的前景 变得更清晰之前 美元将继续走软 因此人民币的这个蜜月期 短期内或将持续 他认为 最可能的情况是 人民币对美元将保持稳定 或走高 同时对一篮子货币默默贬值 从这张图中可以发现 在美元走软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元走强的涨幅 小于其他货币 相比年初以来 韩元对美元5.4%的大涨 人民币的走势显得尤为稳定 渣打银行分析师也表示 在未来几个星期 人民币将会处于稳定状态 春节过后 市场上资金面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得到了缓解 央行也停止了 在公开市场上 投放流动性的举动 今天的央行 是再次暂停了 公开市场的逆回购操作 这已经是央行 连续第五天暂停公开操作 将有15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到期 对此央行解释称 目前的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总量 处于较高水平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 基本稳定 2月9号 暂不开展公开市场的逆回购操作 民生银行的首席研究员温斌认为 央行动用多个工具和手段 保障春节前 现金投放的集中性需求 甚至还考虑了 节后的流动性预期 因此春节之后的流动性压力 本身就没有节前大 央行暂缓进一步操作 实属正常 那么截止到今天 央行近四天 已经是近回笼了 5450亿元人民币 而节前的TLF 为市场释放了 6300亿元的流动性 但是温斌同时认为 当前的央行暂缓续做 公开市场操作 并不代表会成为趋势 短期来看 由于1月份的外汇储备的降幅 有所收窄 未来外汇占款负增长 或会有所缓解 那么因此 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 也将会减轻 不过面临流动性 集中的到期影响 那央行将会通过 逆回购 MF SLF等多种日常工具 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 东方正确的首席 经济学家邵宇 晚上好邵先生 那么此前 由于对美元的 大幅贬值的 人民币的重心 开始转向了 对一篮子货币的 保持稳定 情况好像也出现了 微妙的变化 那么在您看来 您认为未来 人民币对美元 它是否能够 在总体上保持稳定 我觉得货币政策 当局的意图 肯定是需要 美元对人民币 包括人民币 对一篮子 都相对稳定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当次长的感觉 就是哪个弱 它就会盯住哪个 那么现在的话 主要的一个原因 调整的节奏 是美元自身的调整 也就是说 随着川普冲击 过去以后 它自己变软了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人民币的话 留出相对的空间 总体而言 我们觉得就是 因为如果今年欧洲 出现比较大的风险释放的话 可能美元还会走强 那么美元一旦走强的话 还会对人民币 形成一定的汇率的压力 但总体而言 我们觉得 人民币在所有的 主要货币中 还是比较抗这个贬的 所以我们觉得 它可能会贬值的幅度 是比较有限的 那另外呢 这央行已经是连续五天 暂缓续做公开市场的操作 那么这是否会成为 今后公开操作的一个趋势呢 您怎么看 对 这个连续五天 大家感觉好像就是 这个央行是假上班 一直没有真正的进行操作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因为还是考虑到银行间 前期的这个资金的回流 它所带来的流动性 还是比较充沛的 在比较充沛的环境下呢 确实 只要这个价格发生 跳跃的话呢 其实现在的干预的这个 或者说做投放的必要性 并不是那么强 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 那么后续的话呢 随着流动性的到期 以及新的这个投放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波动 那么这个波动的话呢 就会要做一些 相应的操作来 平抑市场的价格 那么总体而言 我们觉得 银行厂表达了 这个政策的意图 就是说 我希望银行间呢 它是一个中心偏景的 有助于杠杆的计划 和影子银行的一个肖杖 那么这个可能会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 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好 谢谢邵先生 虽然呢 央行调升了 融资工具的利率 不过呢 年初的信贷规模呢 可能仍将创下记录 多家研究机构预测呢 1月份信贷投放 将会维持高位 大约在1.8万亿 到2.3万亿之间 要略低于去年同期的 2.5万亿的 人民币贷款规模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数据呢 是银行在2017年的下旬 信贷投放 踩了急刹车之后的结果 那么投放领域方面呢 基建类项目 有望接放个人住房贷款 成为发力点 1月银行信贷 历来有开门红的惯例 一方面银行 1月份信贷放量 是为了早投放 早收益 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大型项目 在去年年底 就开始准备 1月份银行 采取尽早投放的策略 来争取好的项目 1月新增贷款 究竟投向了哪些领域呢 专家分析指出 由于房地产受到相应的抑制 今年个人按接贷款 占比会逐步的回落 但是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政府基建类项目 有望接放个人住房贷款 成为银行信贷的发力点 另外制造业投资 也好于预期 大量的PPV项目 还有这个基础实施建设的 许多项目 那么这些呢 都需要信贷的投放 我们认为呢 2017年的1月份的信贷 应该会和16年1月份差不多 可能会略少一点 差个是在这个2万多亿的水平上 市场的这个央行的这些 融资工具的利率的调升 确实可以看成是央行 在调节市场的流动性方面 朝偏紧的方向采取了一些举措 也不要简单地把这个货币市场 这些调节工具的这个利率的调整 跟加息划一个档号 我们认为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情况下 货币政策不会贸然地受警 商务部今天表示 近期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 部分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加大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 和不确定性 预计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将会呈现稳中趋缓 缓中向好的态势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 累计投资额创下了 1701.1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同比增长44.1% 增速是上年的三倍 并且对美欧澳大利亚的投资额 都创下新高 不过孙基文表示 在世界经济复苏疲弱 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背景下 部分国家收紧外商投资规定 这可能令今年的对外投资数据放缓 而相关的对外投资规定 也在酝酿中 支持国内有能力 有条件的企业 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 同时 我们将把完善对外投资 中长期制度建设 和短期相机调控 相结合 另外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53个国家直接投资 145.3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8.5% 针对有机构提出 一带一路投资 是否能够产生收益的疑问 孙基文表示 我国多个重点项目 都已经开工建设 凶赛铁路等项目 也在顺利推进 这些项目为改善 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 发挥了积极作用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业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继部分银行执行 认房又认贷之后 北京又将执行 新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政策 包括房贷利率 不低于基准利率的九折 目前无论是货币的供应 还是对大家购买的这种促进 它都会降低 只要这种签字都在 房价不会出现什么 进一步的失控 美国总统特朗普 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并祝贺中国人民元宵快乐 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等方面 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接着来关注楼市 从去年到现在 楼市的调控政策来势汹汹 继去年11月底 北京的部分银行 主动开始执行 任房又任贷的政策之后 昨天晚上又有 北京地区的房地产中介称 接到通知将会执行 新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要求 其中就包括 房地产利率不低于 基准利率的九折 自2月8号起 往前生效的二套房贷款期限 由30年缩短到25年 记者今天从北京多家 房地产中介公司核实 普发银行 中信银行等银行 已经开始执行该政策 预期下周多家银行 会进行调整 房产中介机构表示 该政策并不是一刀切的政策 各家银行会根据自己的 配比额度决定是否调整 目前中介机构正忙于联系 已经确定购买二套房 但尚未完成网签的客户 加急办理网签手续 业内测算 多短至25年后 月供将增加1400元左右 由于房贷年限是根据 房龄和借款人的年龄来定的 符合条件的人占到50% 业内认为 虽然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但未来随着银行贷款额度的收紧 价格上浮 放款放缓将会成为常态 因为你现在银行整个的资金面 如果比较收紧的话 我们的流动性会减低的话 实际上对银行对房地产的放款 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体现出来 那么那样的话 就到最后你会形成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目前无论是货币的供应 还是对大家购买的这种处境 它都会降低 只要这种牵制都在 房价不会出现什么 进一步的失控和往上爆炸 今天的国土资源部和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2016到2030年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纲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推动国土急剧开发和分类保护相适应 特别强调了要立足比较优势 构建高效规范的国土开发开放格局 此次纲要中明确了国土开发 保护和整治的三位一体战略布局 以及构建多中心网络型 急剧开发的格局等问题 国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推动国土急剧开发和分类保护相适应 将引导人口产业相对集中布局 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 高效聚集 提升国土开发效率和整体竞争力 综合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 以区域统筹陆海联动为重点 以强化三线管控为保障的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体系 丰富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那么这个规划的编制 是实现了一次集成性的创新 此外在回答有关大城市的雾霾问题时 国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气污染和雾霾气候的形成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 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在国土规划中 对产业政策 供地保障方面做一些要求 第一个可能还是要优化产业结构 那么目前国家也在结合取产能 淘汰一些污染性的行业 特别是大气污染的行业 同时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 钢要也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将于今年的5月14日到15日 在北京举行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年5月 出席这次高峰论坛 并将展开今年年内 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特朗普上台后释放出一系列改善美俄关系的信号 美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颇受外界关注 吉尼索夫在会上就俄美关系发展前景问题表示 现在无法对俄美关系做出果断判断 将密切关注美国的实际举措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并祝贺中国人民元宵快乐 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等方面 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今天的亚洲股市的乐观情绪 伴随着法国新业银行公布的良好财报 也传递到了欧洲市场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连续第三天上涨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下跌 那么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 我们来连线祝伦敦的记者薛焦 好的 黄伟 欧洲主要股指今天迎来了明显的高开 目前涨势仍在持续 截至五盘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约0.6% 放约300指数同样上涨约0.65% 德国DEX指数在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 创新高的推动下 涨幅已超过0.7% 数据显示 德国2016年全年贸易顺差 创下2529亿欧元的记录新高 刷新了2015年的记录 此外 德国商业银行与法国新业银行 今天公布的去年四季度财报 均超过市场预期扭转了上一个交易日 银行股领跌的局面 英国方面 首相特里沙梅的推欧议案 在周三下议院的投票中 以494票赞成 122票反对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意味着 英国向3月底正式启动推欧谈判 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英镑继续在近期高位 获得支撑 导致富士100指数 涨势不及其他欧股 截止五盘上涨约0.25% 接下来 退欧议案仍将获得英国上议院的批准 才能正式立法 如果上议院提出修正案 则下议院还需再对修正案 进行讨论和投票 由此看来 英国退欧谈判的正式启动 仍将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原优方面的表现来连线的是 东正期货的李志祥 晚上好 志祥 晚上好 黄伟 EIA最新库存数据 略好于此前API数据 原优库存大幅增加1383万桶 但汽油库存下降87万桶 结束此前连增6周的趋势 由于市场已对API库存数据 做出反应 因此EIA数据并未造成油价 进一步下挫 今日亚实开盘后 WTI以52美元上方震荡上行 美国将在2月末 出售1000万桶战略石油库存 在预期之中 因为在2016年三季度 美国能源部向国会提交的 一份报告中提出 由于战略原油储备基础设施老化严重 美国可能需要出售一亿一桶 战略石油储备 因此预计SPR的出售 对油价的影响十分有限 当前市场焦点更多 其中在明日即将公布的 IEA阅度市场报告上 好的 黄伟 好 谢谢 根据美国白宫的消息 当地时间的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祝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 并表示希望与中方发展建设性关系 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 中方已收到相关信函 并且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中方已收到特朗普总统 致习近平主席的信函 我们高度赞赏 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 和中国人民的节日祝贺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等方面 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那么合作呢 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 中方愿与美方一道 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在健康稳定基础上 取得更大发展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 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接到了他的电话 但是呢 大多传递出来的信息 都是混乱 而且令人不安的 这位美国新总统 似乎正在追求一个 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 而各国的外交官们 也正在这一片混乱中 试图找到些头绪 特朗普迫使墨西哥总统 聂托取消对白宫的访问 试图阻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 公民进入美国 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因争执而提前中断谈话 特朗普将北约描述为过时的 并诋毁德国总理默克尔 而德国总理目前可能是 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布鲁金斯学会 外交政策专家怀特表示 外交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 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结盟开放的全球经济和美国的领导力 第一次受到威胁 对待新政府 外交官面临两大挑战 将言辞与实际政策区分开来 并研究到底是谁在掌握权力 自从特朗普获得大选之后 他们就想尽办法与副总统彭斯 以及特朗普有影响力的女婿库什纳碰面 有些人更担心斯蒂芬班农的角色 这位强大的白宫助手的意识形态 与总统密切相关 在他提升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席位后 将更加得到显现 虽然悲观主义者比比皆是 但乐观主义者认为 国防部长马蒂斯 国务卿蒂勒森将会使外交政策更加务实 对世界的看法不那么孤立 美国总统必须常常面对意想不到的危机 比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 很难想象 以如此混乱方式开场的白宫 能够应付这些极端的外交形势 接着我们再来了解美股盘前的最新消息 来连线正在纽交所的特约记者张书 早上好张书 黄伟早上好 我们看到周四美股市场是迎来了财报季最忙碌的一天 尽管零开盘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现在纽交所现场已经在非常积极的在交易了 现在盘前公布财报的包括了可口可乐 推特KGR以及CBS 而在盘后我们也将会看到包括像Xpedia的发布财报 其中推特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 上一季度他们的收入是不及预期 并且是大幅下调了对未来的预测 有分析师认为特朗普在其平台上 频繁的发布各类信息 对于公司来说并没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原因是很多的广告商都纷纷撤销了 在推特上面的广告 目的是为了防止总统找到他们成为 使他们成为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视之地 而另外一方面今天市场还会关注的就是两名联储官员的讲话 包括了盛益路易斯以及芝加哥联储主席 尽管在上一次会议当中 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决定保持利率不变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之后看到联储官员沟通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差别 因此市场也是需要倾听来自美联储更多的声音 来判断在三月份是否会加薪 好的主持人 好 另外特朗普的新冠第一把火是烧向的企业 特别是车企 那么在福特还有日本的丰田被点名之后 那么似乎来自于德国的大众汽车或许会成为新的目标 那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张叔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黄伟 其实大众汽车在此前的一个伪契测试排放中中 是有一个作弊的丑闻出现 而在之后公司就承诺将投入231美金 来修复公司受损的一个企业形象 而且公司的总部其实离美国的白宫非常的近 但是总体来说 它对于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却是比较小的 原因是因为大众汽车旗下的最受欢迎的 包括像杰达以及甲壳虫系列呢 其实大多数是在墨西哥生产 仅在去年他们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当中 有60%都是在墨西哥生产的 因此这恐怕会受到总统特朗普此前所提到的 如果说对于这类公司来说 它将会提升关税 这个边境关税甚至是高达35%左右 其实纵观大众在美国的一个销售 可以发现大众一直以来都是以价格贵 并且整体来说 好 谢谢张叔的介绍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黄伟 祝您晚安 明晚见